法和會館主席汪明荃 為推動粵劇發展不為餘力 這日他出席活動 推廣小學粵劇科證 娃姐覺得學粵劇 應該越小學越好 還說可以培養小朋友的情操 知識的根基就好比功勞 才能好比箭頭 只要從小培養 建立正統的藝術用資 修身正代發始時機 使學子的才能得以完全發揮 現場亦有小朋友獻唱越高 見到他們表現得不錯 娃姐都很欣慰 看到他們今天的表演 我覺得很意外 他們有板有眼 而且我最緊張的 他們的廣東字 咬音很準 他們對音樂的配合 沒有脫板沒有走腔 我覺得導師也有很多心機 看得出來 很開心 每個星期上很短時間 對 其實現在的課時只能 一個星期兩小時 我希望可以跟學學講 增加課時 實在太少時間 要做這麼多東西 他們今天的演出我是滿意的 同樣很支持粵劇文化的 還有蔡里維莉 看到這群小朋友這麼有趣 自然就想起自己的孫兒孫女 已經兒孫滿堂的他 不知道會不會希望家裡再添新成員 沒有給他們壓力 沒有 他們都盡力了 每個都生得有兒子有女兒都可以 會不會培訓 他們明天都學參約粵劇 我也很喜歡 所以我今天有兩個孫兒 都叫他們來 是嗎 叫他們來 起碼讓他們認識一下 什麼叫粵劇 因為平時也很少機會接觸 從小時候可以培養 將來就很有 是呀 是呀 我想香港需要多些小朋友 有機會讓他們培養 因為你知道粵劇 就是我們中國的藝術 要一直盛傳下去 蔡太又說 等孫兒長大了 都希望帶他們去做義工探訪 出一分力幫助社會有需要的人